5月10号湖南常德 一年轻女孩坐路边摆牌子 祈祷六元早餐费 过路行人纷纷心爱心捐钱 其中大多都是老人 半小时左右女孩就受到近300元捐助 附近商户吴女士观察了半小时 不忍大家受骗便将其赶走 吴女士称 女孩穿着干净 做了美甲和头发 还专门带着坐垫 用的手机也很好 觉得女孩年纪轻轻 应自食其力 不想大家的同情心被骗 便赶走了女孩